第三堂课 图块的建立 使用与编辑 当我们绘制完图框的一些元素之后 那如何透过图块这个指令 将我们的元素呢 做成一个类似群组的概念 就是只有一个物件 选东西比较方便 那建立之后如何使用 使用的时候有问题 或者事后希望增加 减少一些元素的话 如何做编辑 还有最后 当我们这么辛苦做完一个图框之后 如何在其他的档案 也同步来使用这个图框 准备好进入第三堂课吗 那我们一起来开始上课